2023年8月28日 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了黄磊女儿黄多多的留学照片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评论 照片中黄多多身穿绿色泳衣 在海边与男同学亲密互动 十分可爱 据悉 今年17岁的黄多多已经申请了美国西北大学的下校 西北大学是一所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 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郊 其最新的世界排名是第47位 黄磊和孙丽作为娱乐圈的知名夫妻 对女儿的教育非常重视 希望她能够在国外接受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优质的资源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黄多多已经完全融入了国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 她穿着清凉的泳装 在阳光下展现出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身材 她与一位男同学穿着情侣装 十分有爱 男同学还向她单膝下跪 仿佛在向她求婚 而黄多多则张开双手 做出一副惊讶和无奈的表情 十分有趣 两人看起来非常开心和甜蜜 让人不禁怀疑 他们是否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 除了海边的照片外 还有一张是黄多多和同学在涂鸦墙前拍摄的 黄多多化着浓妆 戴着耳钉 手指比划着酷酷的首饰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自信和个性 这样的形象与她以往在国内时的青春甜美形象完全不同 让人感觉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女孩了 网友们对于黄多多的留学照片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表示羡慕她能够在美国享受自由和快乐的生活 还能遇到心仪的对象 有人表示担心她会受到国外环境的不良影响 失去自己的本色和价值观 还有人表示不关心她的私生活 只希望她能够好好学习 为自己和家庭争光 总之 黄多多作为黄磊和孙丽的大女儿 在公众眼中一直是一个乖巧可爱 才华横溢 懂事听话的好孩子 现在她赴美游学 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 也许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只能祝福她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并且幸福快乐